大家好 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盆碎莲 在这个泡沫箱里面已经养了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根本没有管 也没有给它换过盆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它从这个泡沫箱里面捞出来 看一下它长成什么样子了 看一下它现在是否健康 它这个肿偶还有没有腐烂的地方 现在是这个碎莲它生长比较好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从这个盆里面的捞出来 看一下它的这个肿偶有没有什么发霉发烂的现象 先把它从里面捞出来看一下 哇 长得好结实啊 大家看这么大一坨全部已经结块了 结到一起了 现在把它从里面用力捞起来 当初是给它摘了两节这个肿偶下去 我记得大家看这一节就是它的肿偶了 这边已经是出现了一些腐烂的现象 好像没什么问题 好 这一盆碎莲长得挺好的 现在就先不挖了 我以为它这个肿偶已经出现了一些腐烂的现象 或者是它这个肿偶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刚刚挖起来看了一下 还挺健康的 而且它的根系小的叶子也开始冒起来了 那么现在就暂时不管它 那么两年没有给它翻过盆了 现在它应该是比较缺养分的 现在又是这种碎莲生长比较迅速的一个时期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它用花朵的二号倒到里面去 给它补充一下养分 两年没怎么给它吃过肥 那么在五六月份这种碎莲就要开花了 现在给它补上一些这种花朵的一号 是能够促进它生长的 让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足够的养分去使用 去吸收 刚刚给它加了一克进去 那么这一个泡沫箱估计有两升 那么我们就给它加两勺进去 两勺也就是一比一千左右的浓度了 好 这一次这个碎莲就先不管它 因为它长得很好不用管它 就让它继续在泡沫箱里面养着就行了 它需要养分就给它补充养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